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怀全球开拓视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视野 让大爱带您认识全世界 我是张富昌 乌克兰的情势真的不太妙 最近军方的调度频繁 是不是要爆发军事镇压 引起各界的关注 而委内瑞拉人民也上街头 抗议越来越不好过的日子 马杜洛总统又何对策呢 而亚洲的明日之心缅甸 最近几年的军事改革和政治改革 已经受到各界的肯定 但是复杂的宗教族群冲突问题 却威胁着未来的发展 缅甸政府要如何改善佛教徒 和穆斯林的关系值得观察 最后我们还要为您介绍 气温湿度和中风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谈谈 乌克兰的内部分裂问题 乌克兰爆发了近三个月来 最严重的流血冲突 至少造成26人死亡 600多人受伤 群众和警察的冲突 是越来越激烈引起关注 基本上欧盟国家是倾向支持反对派 因此呼吁乌克兰政府 要这里警察和部队 而俄罗斯则是站在乌克兰政府这边 要要求反对派停止流血的抗争 而乌克兰政府在俄罗斯的支持下 态度是越来越强硬 亚努科维奇总统一边和反对派谈判 一边则支持积极调度部队 让冲突情势持续升温 首先亚努科维奇将反对使用武力 来镇压百姓的陆军参谋总长 改由比较听话的海军总司令来接任 这可以说是准备要大规模军事镇压的前兆 其次乌克兰国防部也派请了散兵部队进入首都基辅 准备要保护总统和政府重要大楼 最后乌克兰内政部还将群众定义为恐怖分子 因此可以利用反恐的规格来逮捕和处置抗议的群众 从这些动作来看 亚努科维奇好像是要利用武力来解决这场冲突 令人感到遗憾 而这种混乱的情势也已经动摇了乌克兰的内部团结 为在乌克兰西部政治倾向西方国家的立委副审 在2月19号宣布自治 而南部的克里米亚地区 就是友好俄罗斯的区域 也准备要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 政治观察家认为 如果乌克兰问题不解决 那就有可能布上白俄罗斯的后城 白俄罗斯在2010年总统大选之后 欧盟认为选举不公 因此给予了经济制裁 最后迫使白俄罗斯 投向莫斯科的怀抱 加入俄罗斯关税联盟 这种结果是西方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 而对于普提来说 要重振俄罗斯的影响力 就是要建立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 由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所组成的集团 而乌克兰则是前苏联 仅次于俄罗斯的最大国家 国际地位和战略位置都相当重要 这也就是为什么 普提在去年12月要给乌克兰 150亿美元的援助 他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地盘 把乌克兰留在俄罗斯阵营之中 东欧国家乌克兰历经脱离前苏联 独立23年来最严重的血腥冲突 虽然政府与反对派协商有了进展 但是这场动荡死伤惨重 引起国际震惊 也让乌克兰面临了分裂危机 为在西方亲欧盟的利维夫省 谴责总统暴行宣布独立 而在南方的克里米亚地区 正在考虑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 乌克兰长达三个月的抗议浪潮 欧盟不仅态度冷淡 部分国家对贫穷的乌克兰 更兴趣缺缺 和德国总理梅克尔 关系密切的欧洲议会议员布罗克 还声明拒绝与乌克兰 就免签证展开协商 对乌克兰实施经济制裁的呼声 更是此起彼落 欧盟经济制裁手段还没正式推出 就已经有相关机构先一步实施 有政治观察家担心 乌克兰会步入白俄罗斯的后城 白俄罗斯在2010年举行总统大选 卢卡申科当选被怀疑是选举舞弊 引起大规模抗议 欧盟也决定经济制裁 最终却把白俄罗斯推向了俄罗斯的怀抱 在经济上同盟 外界认为俄罗斯总统普廷 野心勃勃的想要增加俄罗斯的全球影响力 这些拉拢周边国家建立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前苏联集团 目前已经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成立了关税同盟 而且还在努力拉拢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基尔吉斯正在谈判阶段 亚美尼亚已经确定半年后加入 预计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要正式启动 而在这个重塑全球影响力的蓝图当中 乌克兰占有关键地位 乌克兰是前苏联邦联中规模和战略重要性 仅次于俄罗斯的一国 乌克兰拥有俄罗斯传统南下的战略通道 黑海 以及俄国目前经济成长主要动力 能源出口 俄罗斯输往东北欧的管线 都需要借到乌克兰 因此俄罗斯在2013年12月 承诺提供乌克兰150亿美元贷款 大约4500多亿台币 这也是俄罗斯史上最大援助规模 拉拢乌克兰的目的不在话下 不过普廷谴责外界对俄罗斯的猜测 重启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和影响力 不管俄罗斯是有意还是无心 一连串的动作 让美国总统欧巴马 也无法等闲逝之 我们的目标是 我们的目标是 不是看这些冰冷战队 在这些冰冷战队 我们的目标是 我们的目标是 确保美国人的冰冷战 能够成为自己的冰冷战队 普廷也提倡东向政策 想要透过欧亚经济联盟的建立 延续俄罗斯经济永续发展 甚至重回世界霸权 至于乌克兰的未来如何发展 也牵动着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 政治经济竞争互相影响 乌克兰的问题相当复杂 而委内瑞拉的内部冲突 也不好解决 自从反美强人查韦斯 在2013年3月7日之后 接班人马杜洛 就一直遵守 查韦斯的社会主义路线 来经营国家 但是效果似乎不太好 使得委内瑞拉的犯罪率 绝绝上升 通货膨胀率也超过了50% 民生物资也比过去还短缺 这些问题逼得民众走上街头 反对政府 持续好几个月的抗议活动 使得首都卡拉卡斯几乎瘫 而最棘手的是 马杜洛下定逮捕反对派领袖 罗培兹 让整个冲突气氛升到最高点 反对派扬言 如果罗培兹遭到判刑 那么他们将在这个周六 也就是2月22号 发起全国大游行 准备全面对抗马杜洛政府 委内瑞拉的动乱 何时才能够停止 引起各界的关注 担架急忙将伤者送到手术房 但这名年轻的女子 还是香消玉允 同学们满事不舍 相勇而弃 22岁的女大学生卡梦娜 是委内瑞拉选美皇后 她在委内瑞拉中部城市 加入抗议总统马杜洛的队伍当中 却遭到不明枪手 集中头部死亡 成为这波抗议当中 丧命的第五个人 即之前报社 因为缺止上街抗议事件 现在聚集在街上的人数 越来越多 去年革命领袖 查韦斯过世 继任者马杜洛的政权 频频受到挑战 政府的安全部队 冲进反对派根据地 民意党党部 强行带走活跃人士 并以12号的暴力事件为由 下令逮捕民意党领袖 罗培兹 42岁的罗培兹是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家 他创立民意党 更是这波抗议的主要领导人 逮捕行动 他并不在场 不过18号罗培兹应允出现在首都卡拉卡斯的广场 大批民众起声欢呼 高唱国歌 罗培兹希望自己入狱可以唤醒更多人 演讲完后 他率领支持者从委内瑞拉广场游行到司法部 但当罗培兹坐上装甲车后 民众将车子包围 企图阻止车子离开 委内瑞拉过去依靠强人 查韦斯的社会主义经济 一扫美国当年的企业渗入 达到均富的目标 但惊喜不同 国民生产力下滑 通膨达到56% 财政赤字增加50% 政府严格限制货币买卖 官方限定6.3伪币兑换1美元 但是黑市的价格最低层掉到87伪币比1美元 民众换不到美金 不能进口 连丰田汽车都因为进口不到原料 决定让国内唯一的配装厂停工 但对于抗议活动 总统马杜洛却坚称是美国的阴谋 表示美国给予抗议学生帮助 还宣布驱逐三位美国领事馆官员 美国总统欧巴马在北美高峰会上 否认对委内瑞拉 有任何干预的行动 也呼吁当局释放异议分子 不过委内瑞拉国内也有人上街支持政府 收据查维斯海报支持马杜洛 国营石油企业PDVSA的员工 也聚集街头支持 对于国营企业 大政府有绝对稳固的作用 却也锁住了国内经济活动 各用见解加上世代落差 可能是痛苦磨合也可能是改变的契机 委内瑞拉是一个产油大国 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仰赖委内瑞拉的石油 因此委内瑞拉的动乱 会不会影响石油的生产和出口 让拉丁美洲国家感到很担心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动乱的国家 缅甸 缅甸是环印度洋地区的明日之星 境内有丰富的天然资源 地理位置又折衷于中国 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之间 再加上翁山苏基所带领的民主化运动 日渐成效 使得缅甸获得世界各国的青睐 纷纷前来设厂投资 因此缅甸的未来可以说是前景看好 但是这种优势这种愿景 却因为内部严重的宗教族群冲突 而面临挑战 我们都知道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 有将近九成的缅甸人信仰佛教 而穆斯林只是少数民族 但是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 却让缅甸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 洛开省是全缅甸最多穆斯林的地方 而这些穆斯林都是来自于 孟加拉的洛兴亚人 在过去几年中 当地的缅甸人和洛兴亚人 曾经相互砍杀纵火 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 最近一次的冲突 是发生在今年的1月13号 造成至少40名穆斯林死亡的悲剧 缅甸总统登圣下令调查这个案件 希望能够尽速解决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问题 少数洛兴亚穆斯林和佛教徒的流血族群冲突 1月中再度在缅甸西部洛开省点燃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 孟开当地至少有48名穆斯林死亡 这是从2012年10月 缅甸两大宗教族群爆发流血冲突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屠杀事件 我继续接受警察罪犯 有则承证严重的性贵性命的状态 被承认在警察发行 这种警方的状态 也也承拒了罗坑洞刑 包括证严重的凶犯 男人、女、男人 1月13号一名警察的死 据传引发暴富性屠杀 来自于国际间的压力 让缅甸政府随即展开 食人小组进行调查 并且在短短不到两星期的时间 在1月28号对外公布调查结果 缅甸官方的说法否认有大规模屠杀发生 在缅甸军政府的统治之下 缅甸与外界隔绝超过半世纪 不但缺乏基础建设 在人权方面也是一路开倒车的情形 2010年缅甸举行大选 缅甸著名的人权斗士 汪山苏姬也在同年大选后解除软禁 军政府在2011年正式把政权 移交给现任总统登圣 从此开启缅甸民主改革的新业 缅甸对外国际关系从此破冰 缅甸民主开放的同时 同时也得到来自于西方国家 很实际的回馈 来自于巴黎俱乐部的债权国 同意分阶段勾销缅甸拖欠的半数债务 另一半债务的还款时程则重新调整 来自于挪威、日本和欧洲各国的债务 勾销和调整之下 缅甸的整体债务已经大幅减少六成以上 在这次缅甸政府一再否认的屠杀事件发生之后 世界银行1月底也承诺 大笔挹注20亿美元的资金到位 帮助缅甸政府改善 包括医疗和电力等基本设施 我们不承拒犯 回顾历史 由孟加拉跨越国界来到缅甸定居的 洛新亚非法移民 一直不被认可是缅甸的公民 而他们原生国家 孟加拉政府则认为 洛新亚人已经在缅甸定居超过数百年 因此不愿意收留他们 洛新亚人成了两国互踢的人囚 而佛教徒和穆斯林的血腥冲突 也让缅甸人权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缅甸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已经让缅甸的人情记录和国家形象受损 缅甸政府应该要好好处理境内的宗教问题 以维持得来不易的改革成果 最后我们来谈谈冷天气和中风的相关问题 今年的冬天是特别冷 美国的中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 都出现了罕见的大雪 在这种特殊的冷天气下 美国医疗研究团队展开了大规模的中风研究 结果发现中风竟然和气温的升降有关 当气温上升华氏5度 也就是摄氏9度时 中风的拘力就会减少3% 除此之外研究团队还发现中风也和湿度的变化 有很大的关系 芝加哥密西根湖的水温比气温还高 水气蒸发后形成美丽紧致 极地涡旋今年一连几次横扫美国 芝加哥气温一度掉到零下24度 以往年1月均温低了至少15度 冰冻的天气让民众大喊吃不消 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神经放射科的斯坦默医师指出 极端气候发生时中风的几率就会提高 尤其是老年人 极端气候也会让人体出现压力反应 分泌而差分安激素 增加高血压与血块形成的风险 提高中风的几率 中风就是大脑出现血流障碍 造成局部功能丧失的症状 可以分为缺血性中风和出血性中风两种 出血性中风是因为脑血管破裂 产生血块压迫脑细胞 影响脑部血液循环 缺血性中风主要是由于血块阻塞脑血管而引起 膽固醇和其他物质堆积在动脉内壁上 造成动脉变窄 当血块掉落随着血液流到脑部 卡在小动脉里造成脑部缺血 就会导致部分脑细胞死亡 来自哈佛、耶鲁以及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 所做的最新研究证实 罹患中风的几率会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 这项研究的对象包括数百万名 缺血性中风的成年病患 来自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四个州 配合2010到2011年的天气资料 这也是相关研究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低气温、高湿度、还有温差大的日子 中风入院的人数都会增加 气温每上升摄氏9度 中风几率就减少3% 温差越大 中风几率就越高 用来定义相对湿度的露点温度越高 也就表示湿度越大 中风几率也会增加 史坦摩医师也表示 湿度大的天气 人体容易脱水 也容易出现血块和压力反应 你会增加浮温度 增加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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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十大死亡原因第三位 也是成年人与老年残障的主要因素 每年有大约三万人中风 将近一万三千人死亡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不要失踪到最好计划的危险 例如高血压力量、疾病、脂肪、 脂肪、健康、 食物等 这些都非常重要 史坦摩医师表示 除了高血压和糖尿病之外 肥胖、饮食习惯以及运动 都是影响中风几率的重要因素 不论是热浪来袭 还是冷气团报道 民众都不应该减少运动的频率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见